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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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總要相信 不要去講夢想 你要去做夢想 這是我的hashtag 我叫Rion 我入了房地產 計算賣賣都七年了 在IVG都經過了四年左右 人總要相信 其實現在的社會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已經很少了 很難再信人了 我相信就是 你至少都要相信自己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覺得好像很灰 這個世界很灰 你不需要別人相信你 你相信你自己 你就要做好你自己 你相信你自己 你是有夢想的 你就敢敢去做 不做其實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呢 周星馳都說 人沒有夢想 跟鹹魚有什麼分別 現在看到 很多年輕人 其實有夢想的 人哪會沒有 但可能 你問他有什麼夢想的時候 可能他原想說出來 他都不敢 他可能怕被人笑 你怎麼做得到 你的夢想這麼大 你不去做夢 就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別人會嘶笑他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 大大聲說出來 如果你敢說 起碼你踏出第一步 如果 你講了 你肯去做 你已經贏了一半了 如果你講了 你做到 這個是我最佩服的 如果你不敢說的話 少少吉士都沒有 做不到不要緊的 你要跟你自己交代 不是跟別人交代 不要讓你自己的 框框 思維 去覺得你做不到 你就放棄 我怎麼樣 你如果覺得 你要去 美國 那你就 賺到錢 去美國 那你就實現到這個夢想 其實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遠的 你覺得想買法拉利 那你就賺錢 賺夠錢買法拉利 看你夢想是什麼 見到很美的女兒 覺得很美 不要覺得自己 賠不上去 混去 我也是這樣 被我搞到我老婆回來了 覺得 BMW 或者覺得法拉利 我很喜歡去 我很想去 很想去開 這樣去試車 試試那種感覺 實現它 簡單化 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要看中去 要用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實現到你的夢想 要用錢 或者用時間 或者培養 去規劃一下 什麼時候完成 最重要 你還在生的時候 做到你的夢想 怎樣去實現到你的夢想 我覺得認真去做好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你的職位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現在的 就是說有很多人 還沒說到很認真 但是還沒 超過萬五月都會遲到 塞車嘛 有什麼變 你知道的 你不是第一天上班嗎 早點出門 六點下班了 五點半上Facebook 這樣叫認真做的嗎 比如你這樣說 我做完我的工作 我做完我的工作 老闆會看到的 他會不會給機會 有時候就是那一下 認真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你自己的態度 最重要的態度 比如說我的老闆 你現在有五個美金 你一次就約了 或者你有二十個電話號碼 打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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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才做 哎呀 長命功夫長命做 那你有多長命的實現你的夢想 天天的事天天做 天天的事天天天做 天天的事又後天做 一字按拖 你明明三十歲完成的夢想 到六十歲 但可能對五十九歲的時候 你未必有這麼魄力 去享受你的夢想 就說有世界好 五十九歲你都去不到哪裡 走不到 就說我看到有些阿伯 已經年紀比較大 撿紙皮的 做不到多少錢 我問你,你還收拾東西?不用做的 一天還在動,我就要做 我想每一天吃好一點 這個就是我每天的夢想 我每天收拾紙皮 他不會說收拾到9點很累,去休息 我問他,你不累嗎? 做完就回來 很簡單的一句說話 如果每一個人可以做到話 做完就回來 完成完就休息 你會做快很多事情 隨時你想像不到的東西 很快你會完成 這是我看到的東西 人總要相信 不要去說夢想 你要去做夢想